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黄林俊 李大明光在这边去公室 欢迎观赏 三八幻小带 我今儿这个 钱都比较零钱都是零钱的 你数好了数好 可以了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麦妹们现在几点了 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谢了 欢迎再来 拜拜 2014年NHK 新人落语大赏得主 孝福婷悲评 在为台湾观众苦练中文 台语和英文 诠释如何用同样招式吃面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麦妹们现在几点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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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鲍鲍鲍鱼 那个民歌是国歌时 讲舞女的话 这个国家我太喜欢了 因为在一个英文的词里面 independence 自由自立自在独立 independence里面有dance 所以有dancing girl 所以有blue 独立需要跳舞 没错 在舞台上用力搞笑 他们要让落语 相声等曲艺文化 透过跨国合作 继续传承下去 请大家多多讲 你好 欢迎收看影响世界 我是黄慧玲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 洛宇佳戴开诚 和来自法国的相声演员 阿霞的精彩演出 我们今天很高兴 邀请他们来分享 精彩的洛宇和相声 开诚你好 慧玲好 那个大家好 以前支持我们 以后潜在的票房客人们 大家好 阿霞好 谢谢很多 这太帅了 阿霞真的好厉害 我们刚刚看到片段里面 阿霞是中文也很溜 还会唱台语歌 就意识 还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潜虚了 不潜虚 会发胖了 刚刚唱的是 对啊 然后 我非常喜欢你讲那句英文 请帮我们解释一下 你觉得那个 independence是什么意思 是啊 那个 其实我刚到台湾 知道这首歌是 好像好比喻民间的国歌 大家都知道 而且很多人都翻唱 我想 哇 那太好了 因为我特别喜欢舞蹈 我觉得舞蹈是带来很多的快乐 也是怎么说呢 也是让人的身体变得比较健康 因为它是内在的 内脏的按摩 然后把一些邪气全都排出去 然后呢 就是反正就是 哎呀 就是一种比较 本来就是人类该做的事情 唱歌跳舞 天天开心 对 然后呢 就是 其实那个 后来发现在那个 independence 就是独立 这个词里边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部分 叫dance independence dance 那就是有dance的话 有舞蹈 那就是有舞女 所以有舞蹈 还有dancing girl 所以 那太好了 那既然要解放思想 然后呢 自己自由自在 要独立的话 那就是 要做一个很好的 开心的舞蹈 都跳舞 对 都扭扭屁股 OK啦 对啊 大家开心 一起是比较关键的事 对 好 刚刚其实阿霞在化妆的时候 我还教了她另外一句台语 就是阿霞讲舞蹈 然后 我刚刚教阿霞 比较 对啊 我以为比较是大一点 比较是小一点 不是啊 有这个印象的 画面 未必未必 对 刚刚开城演那段好精彩 那个是骗大家可以这样去吃面吗 没有关系 现在科技的社会恐怕是骗不了谁了 对 那个那个 这个是洛宇 对 我的天津出生的 是 那北京天津这个北方这个地方呢 本来就是相声非常 相声大本营嘛 对 叫最伪子 最伪子 对 那个天津深嘴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天津卫 北京旁边那个宝卫的卫天津卫 说三个精油子斗不过一个卫嘴子 对卫嘴子 没错 就是说三个北京人说话已经够贱够华 够幽默的 邂逅与俏皮画一堆 对 可是呢 你三个精油子 嘴油嘛 精油子 斗不过一个卫 天津卫的卫嘴子 就是天津人说话特别 讲话比北京人更厉害 更厉害 满街都是相声演员的感觉 真的 光听他们聊天 就是 就是都是段子的感觉 然后呢 每家里边都肯定会有一两个演员 所以那个天津的那个观众特别会捧场 反正就是那个范围说比较特殊 听这样讲 我在天津出生我就甭学了 还没事 还没事 没没 轮班 对对 这玩意就说得太过了 总之呢 那我母亲呢 每天早上也会就起床 是帮我念一段这个古典文学 儿童读物了 短的 西游记啊 水火这些 那那也是一种听书 对 那下午三点那个时候 打开收音机 就这个袁后城说书 大概整个天津北京都停下来听 要么就边工作就边听 那个收音机一打开 都是那 那后来呢 七岁到了东京 我那时候的小学老师呢 我外国人特别照顾 带我去看这个洛宇的演出 那个时候日文还开始 刚刚开始学啊 七岁才刚开始学 什么都听不懂 可是呢 被那个滑稽的样子逗乐了 那这个事也就到 到此就我也没记得 后来十岁到了台湾 在这就求学当兵 当完兵之后又回东京去留学 又同样的老师又带我去看 这个洛宇 这次就真的懂了竅了 他也挺满足的 你不错长大了 那这个就一直很怀念呢 后来又回到台北之后呢 就我上网比较晚 那所以说是上网特别新鲜 看那个YouTube 你在YouTube上学 所以对 这个就是近的原因 说啊 看一看 就都是他旁边有推荐影片嘛 对对对 就一个接一个 就看下去 非常吸引我 对 那刚才说的 这个模仿这件事情 从小就已经养成了嘛 对对对 所以看那个就可以 妈妈给了三分天分 然后自己又很喜欢 妈妈给了三分天分 是天津人又三分 对 又听了日本洛宇三分 我自己大概就一分 十分了 十分了 但是前面三个都不算 所以现在只有一分 客气了 大概是这么回事 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 洛宇是什么吗 洛宇呢 基本上跟这个 北方的单口相声 非常形似 对 一个人说 那么会 这个当然今天不是穿的 就和服啊 是 坐在一个叫高座上头 垫一个坐垫 坐在上头呢 然后靠着一个扇子 一个手绢 两个简单的这个小道具呢 极简了算是 对 去一个人的诉说一段 复杂有情节 而且呢 逗趣的故事 可以现场 少少的示范一点点吗 来个短的吧 好 我说啊 阿吉啊 哎 老爷 那个 看看豆子煮好了没有 嘿 我 我 老爷 香啊 好好好 再闷一会儿吧 嘿 老爷 我 哎 别动手动脚 你这小子 才几岁呢 没讲规矩 老爷可是这么香 香我知道 我也闻得见 这小子 来 来是教你学规矩的 去对面办事去 别在这儿 放下放下放下 别吃 叫你别吃了 放下放下 真是 小子几岁就 不过 还真不错啊 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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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小孩真没规矩 哎 哎 好 哎 嗯 这火调味调得好 嗯 真不错啊 嗯 哎 不然 哎 多捞一点出来啊 哈哈 这豆子 煮豆子我还是一绝 可是在 在这吃也怪 刚才还骂他一顿 现在等会儿他回来 看我在这吃以后 都骂都骂不动了 得得想个地方 不然躲 躲到柜门里吃 怪窝囊的 里面都是被子 躲到院子里吃 怪冷的 这些东西 躲得 哎 去茅房 哎 茅房就不会被他发现了 哎 哎 茅房啊 哎 这好一个秘密基地 嗯 老爷在这吃着 小孩回来了 老爷 我回来了 哎 哎 老爷呢 哎 这人不见了 怎么 嗯 哎 不过 这豆子别给 别给煮焦了啊 哎 嘿嘿 哎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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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吃 嗯 嗯 光吃这个汁就 嗯 不然 嘿嘿嘿 拨一点出来 嘿嘿 嗯 这老爷调豆子 还是这个味道 还是一绝啊 嘿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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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就 都弄去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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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可不好 等会儿老爷回来 又得骂人了 找个地方躲着吃吧 躲哪儿好呢 躲 躲到柜门里 里面怪臭的 都是没味儿 还躲到院子 躲到院子 快冷的 躲到后门 给路人看见 又会告我的状 给躲 嘿 有了有了 茅房 去茅房吃就好了 嘿嘿嘿 里面老爷正在吃呢 小鬼满怀自信的过来 你老爷不会给发现了 这么一开门 哎 阿群 你你你你 你怎么在这儿 我老爷 我我我 我又给你送了一碗来 哈哈哈哈 好 这样就发现了 日本人不但是 厕所不锁门的习惯 而且大家就习惯自言自语 哈哈哈哈 有什么事别人在说 我今天太累了 干什么 干什么呀 掏出来 掏出来 掏什么呀 快掏嘛 我都给你掏心掏胃了 我还掏什么呀 哎呀快嘛 掏什么呀到底剩我 快 把今天的红包掏出来 算一算 一共赚了多少钱啊 财迷呀这是 很实在 主要的桥段是阿霞写吗 对 都是阿霞写 阿霞创作 它做一个基础 那我们在讨论 有的时候呢 这个司剧场的同仁也一块来讨论 嗯 这个写段子 这件事情 从头就是一种 就是一种 不但是挑战 对 又也是一个 让我比较烦恼的事情 嗯 因为那个 毕竟母语不是中文 然后呢 这些语言的节奏 技巧等等等等 那有人肯定比我专业 但是呢 一个怎么说 一个法国女人的话 好像中国的 当时我在中国的时候 中国老头 这个圈子很多老人 就没法写出来 也没法没办法想象得了 对 其实文化就是这样吧 演出就是这样 你有更多的文化进去加入 然后丰富它 我相信你的段子 可能别人也写不出来 一个法国女生 她可以融合 她在法国的生活经验 然后在中国的 在台湾的生活经验 文化也不一样 所以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之前写过的段子 大概会是怎么样的内容 所以刚开始 我是当时去大陆的时候 也是想要 把我们法国的相声 跟中国的相声 合在一起 或者做这方面的交流 因为我们在法国 女子相声演员比较多 什么都不怕说 什么都敢说 我到了大陆以后才发现 好像在这个圈子呢 女人很少 甚至那个有时候呢 我们法国人的幽默 可以说是 我们的幽默的大部分 在腰带的下面 就是我们会从这个逻辑 会想到这样的方面的包袱 腰带的下面那是皮带 下的那是丹田 再往下 你带GPS就知道了 往左 然后其实也可以 但是台上不能用 然后那时候在大陆 反正那个时候 他们还是对外国人 有很多的成见 老前辈还好一些 见过世面 反正都是人 所以以后都是一堆骨头 没区别 比较好沟通 可是文革以后 那个那一代的人 就是脑袋里边都是成见 然后看到老外 就会 你好朋友 哪来的腔调呢 哇 神经病 就是非常没法交流的感觉 然后呢 看到女孩子 一开始会想入飞飞 尤其是法国女孩子 他们以为法国女孩子 特板印象 对啊 他们看到的电影里边的演员 演都是比较特殊的角色 是 以为生活当中也是 真可爱 然后就是在这里真的 女孩子就可以比较解放 可以当自己 也比较舒服 反正能沟通 然后呢 也是台湾 也是很多文化的那个 熔炉吧 对啊 是带big mix 所以那个 我来捣乱 也是对的 大家一起来 就是来了晚了点 本来西班牙人跟葡萄人 西班牙人跟荷兰人都来过了 过了500年 换法国人来了 我又不是第一 我这次是来交流的 不是来做贸易的 交流交流 越交越流 挺好的了 然后那个就是在这里 就是可以把我以前的想法 终于能在台上展示出来 因为我所有以前的想法 大陆不能用 不可以 或者不理解 等等等等 不 但那边就是 那边就是 运气 当然这里就可以 练内功 现在出来了 好好发挥挥挥挥挥 挺好的 很开心 所以 可以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跟凯成的 之前演出过你写的段子 是什么 那个 洞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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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洞房 那件事情 这个想法不是我的 原来是大陆的一个 怎么说 不是很有名的段子 但是 我看过 当时也觉得 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是 因为 社界各国的新郎和新娘 晚上 入洞房以后 那个新娘怎么跟新郎 那个 怎么样 说话 这个意思 这个说话 还是语言的艺术 然后 然后那个 就是 去研究不同国家的状况 因为 那个新娘说出的第一句话 直接能反映出 他的思维方式 和文化特点 然后呢 我跟开诚 就会表演不同国家的状况 然后做对比 是这样的意思 我们可不可以现场看一下 比如说 法国的夫妻 太太第一个晚上会说什么 还有中国的夫妻 第一个晚上会说什么 咱们就一个法国 一个台湾吧 两边的 也可以的了 那就你又 把我抱起来 等他等他上楼梯 用脚踹门 把门打开 把我扔在窗上 这个是我初你说的第一句话 你说 一鹤 Monsieur Est-ce que je suis jolie 听懂了 听懂了 真的吗 我说这法国女人不正经啊 才刚结婚就心生意念呢 才结婚就要跟我离婚呢 你怎么知道啊 不是 你刚才怎么说的 我刚才说 Monsieur Est-ce que je suis jolie 您看看 我说 我爱你四哥 咱随就离 看到了吗 刚结婚就离吗 不是这意思吗 我听你说的 像这样 不会 不是 不是啊 不是啊 法国人没那么坏 跟大家简单的说 我又有成见了 浪漫不等于乱吗 对不对啊 乱漫 天真乱漫 对啊 只是不一样的概念 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我这句话翻译上中文 还说中文吧 就五个字 五个字 第一个字 这个阿不算 阿不算 好好好 你看 我美吗 这就是法国的 对啊 就是那个比较简单 就是女孩子说 你看我美吗 好可爱啊 然后呢 您在台湾也待着这么多日子 对台湾的这个议题也研究了吧 就盼那句话 早就该问了 因为我走遍世界 然后你看 别人结婚的那天晚上 我还偷偷去听 有一些国家真的很不容易呢 冒着生命危险 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研究那么多的新娘 我认为就咱们台湾 而且咱们台北的新娘 最有特点 有什么特点 实在 哎 台北女孩实在 非常实在 这好 咱们演演演演演 好好好 好 这个时候呢 就我往床上一坐 说你说的第一句话 我是台湾的新郎 是吧 那当然呢 哈嘞 哈嘞 哪越难的 怎么了这是 亲爱的 干嘛 你在干嘛 台湾女孩天天就问你 在干嘛在干嘛 没在干嘛呀 累了 我问你 今天是我们的 什么日子 今天是咱们 你这 咱们就是大喜之日结婚了 这不是 是啊 那那你是我老公 我是你老婆 咱们现在得做什么 你知不知道 就一辈子好好做夫妻呗 对啊 那大家都走了 还不快点开始嘛 开始什么呀 有什么事名再说吧 今天太累了 开始了 开始什么呀 掏出来 掏出来 掏什么呀 这么快掏嘛 我都跟你掏心掏肺了 我还掏什么呀 哎呦快嘛 掏什么呀到底是我 快 把今天的红包掏出来 算一算 一共赚了多少钱 财迷呀这是 很实在 就这么一个 超好看的 拿你拿你拿你 可以保证 那个小红帽是 吃奶奶的肉 吃奶奶的肉 喝奶奶的血 喝奶奶的血 跟郎上床 还玩臭义舞 跟郎上床 好嘛 应有尽有 还会胜利地逃跑 聪明的小红帽 正常的 这才是对了 您还帮女人 打抱不平啊 想要看阿霞 跟开城演出的人 其实就是到 大稻城的私剧场去 私剧场是一个 很特别的地方 是啊 非常好 大稻城的历史 咱们就不多说了 但是它是一个 台北文化 经济发源的重镇 那么但是呢 它也 这个此一时彼一时 后来因为 很多产业转型 所以那里 虽然很多的大老板呢 可是 街区没有以前 那么繁荣了 那么里面经过 保存运动 经过现在的文艺再生 那么这个 有政府的努力 跟民间的 尤其是有一些 半外来者的努力 比如说私剧场 这个小一城 对 那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 外来的人 但是为了当地 一种新的 共荣的可能性的好 对 那这个是 私剧场也 共同抱持的一个精神 另外呢 在内部而言 一群这个 有志青年吧 就大家 形成一个伙伴群 对 那非常激动 敏捷的 而且多元的去 对 计划 这个大道城 就是低花街周边 是一个 我觉得蛮 蛮 值得推荐的 去的地方 它就不只是 照相啊 买中药啊 对 它还可以让你有 更多的这个 对 值得去发现 那作为外国人 其实我到台湾 而且到台北的时候 对 也没有发现 让我特别喜欢的 那个环境 是 要记得台北 因为它是比较 房建筑比较新 对 就是没有太大 太多特色 我们的历史建物 其实留下来的 真的还真不多 就是这样 然后那个到了大道城的时候 我第一次去 对 终于感觉有一点 那个看到美 就是有美丽的 那个建筑 然后呢 有所有我喜欢的东西 就是中药 茶叶等等 就是反正想要花钱 只想要去那边 对 所以那个 这个那边的范围 气氛是 真的 那个 这个特别特别有特色 阿翔特别喜欢 哦 是啊 是啊 对 阿翔接下来 想要写什么样新的段 可以透露一点 可以啊 我想要 我想要打抱不平 打抱不平 对 为我们女人打抱不平 没有 一生的志愿 大家知道一个故事 叫小红帽 对 家喻户晓 家喻户晓 然后呢 小红帽呢 那个其实在欧洲 有300多个版本 有的是口穿的 口穿的故事 基本上都 谁都不记得 凡帽晓 这个故事 是想当初被男人记载 然后呢 肯定受了什么天主教的影响 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人的影响 那个内容都慢慢慢慢都被砍掉 对 原来是很写性 也是很 其实跟现在看的那些恐怖片 没有任何区别 但是女人真的是聪明 然后你会找到办法 还有很多象征的地方 都没有了 所以你讲给海泽清 也不管用 没有教育意义了 所以阿霞的版本会是怎么样 就是把那个被阉割的 让他重新再长回来 对 在这里不会全部说出来 但是我可以保证 那个小红帽是吃奶奶的肉 吃奶奶的肉 喝奶奶的血 喝奶奶的血 跟狼上头 还玩头衣舞 跟狼上头 好嘛 应有尽有 还会胜利的逃跑 聪明的小红帽 正常的 这才是对了 你还帮女人打抱不平啊 我演那个狼 那我不平打抱我的头了 我看你比较像 好 好 想要看阿霞跟开诚演出的 千万一定不要忘记 你会看到非常前卫 聪明的小红帽 跟精彩的大野狼的演出 我们这一场呢 会在五月 照我生日的时候 走一个小礼物 大家可以过来 打抱我平一下 好 今天非常谢谢阿霞跟开诚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